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世界上有人在高楼大厦里面体面地上班 有人在凌晨四点的风雨里剔泪纵横 有人夜夜声歌 有人一大早就在为了生活奔波 大多数的我们其实都是为了碎银脊梁而忙碌终生 前天晚上我加班到夜里十一点才下班 我原来以为乘坐的末班地铁会有很多很多空位 但我没想到一车上坐满了人 过了两站才勉强地等出一个位置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 皮肤有黑矮小轻瘦 看起来是个很利索的人 他的腿前面放着一个二十八寸大的行李箱 旁边还有一个拉链坏了 但是鼓囊囊的编织袋 里面装的是被子 估计是来这边打工的 我看他时不时地伸着头 看一下爆站的显示屏 生怕不小心坐过站 坐在我斜对面的 是一个胖胖的家政阿姨 她抱着一个橙色的家政包 靠在旁边的玻璃上淡瞌水 嘴巴一张一合的 偶尔会发出沉重的憨声 我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累 过了几站之后 上来了一对夫妻 两个人全程没怎么说话 只是安静地依偎在一起 疲惫两个字 仿佛是被他们刻在脸上 短短几站地 我好像把人生的各种艰难 曲折 都看了一遍 你说如果不是为了生活 谁愿意背井离乡 受苦受难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 谁愿意在夜里 十一点的地铁上 混混入睡 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将来 谁愿意委屈自己 强壮坚强 都说人生再世成功很难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仅仅是在这个社会上谋生 就已经很难了 我记得我之前在知乎上 看到过一个问题 说成年人的生活 到底是怎样的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心未老 头一白 眼未花 泪已无 时不缺 品无味 时间少 事无尽 上有老 不能长半左右 下有小 无法半期成长 中有七 无心好言三句 外有有 不能一醉防休 成年人的世界 大概就是如此不易 看着面包 满含眼泪 满身风雨 负重前行 年轻的时候 我们以为能够改变世界 可是最后会发现 我们被世界收拾得 明明白白 总有一天 你我都会意识到 生活的巨浪 真的能淹没很多人 前几天我在网上 看到了一个32岁的女生 在上海找工作的帖子 她说自己没什么文化 也没什么技能 所以只能找一些体力活干 可是工厂进不了 应聘快递配送员 别人嫌男是女的做不了 想去超市做理货员 收银元 老板说32岁 工资撑死死钱 但这点钱 在上海很难生存 明明还很年轻 但却哪里都不好找工作 她感觉自己 已经快被社会淘汰了 看完之后 我内心百感娇气 想起了上野千赫子教授 在东京大学演讲时候的 一段话 她说这是一个 即便努力了 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的社会 这个世上还有很多 努力也没有得到回报的人 想努力 却无法努力的人 还有太努力 而身心垮掉的人 生活有时候会这样 即使你拼尽全力 还是无法摆脱困境 可是 生活也在告诉我们 苦难终有劲 长夜 终有头 有时候你再坚持一下 再多等一天 或许就能守得 云开间月明 就像李克尔说 哪有什么胜利可言 挺住 就意味着一切 下面用手机当中 有一句经典语录 这个世界让人感到安慰的 是没有无止尽的苦难 一个痛苦过去 一个喜悦 就会重生 一切 都会相互取得平衡 我们的生活 总会苦一阵子 但不会苦一辈子 当你有一天 翻山越岭 披荆斩棘 穿过所有的艰难 和坎坷之后 你会邂逅你想要的人生 也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无论此刻的你 在承受怎样的痛苦 都不要放弃 因为只要还在生活着 一切就还有希望 虽然生活总是艰难 但别忘记 你身上 一直有光 请不吝点赞